这个不是炒酸奶 而是一份没有冰渣的炒酸奶 你们是不是说到过很多炒酸奶的教程 就是把水果饼干什么的和酸奶一起混合混合 再动一动 这个嘛做出来没冰渣算我输 但如果你按照小羊的方法就完全没有冰渣 打发一点蛋奶油 再让它和酸奶果泥什么的混合在一起 好了标准答案就在这儿 你们照着抄就行 加果泥加饼干都可以 我做了5个口味 后面组装的环节完全看你心情 用一层酸奶糊打底 中间加点饼干或者水果 再铺上一层酸奶糊 最后再来点装饰 我还专程为你们做了一份没有加蛋奶油的 让你们来看看区别 组装完毕全部放进冰箱 冷冻后切块 怎么样卖相还不错吧 居然有点像冰淇淋的口感 这份是没加蛋奶油的 吃着明显有冰渣 还能听到冰渣的声音 对比一下左边这个是加蛋奶油的 不管是颜值还是口感都更胜一筹 炙烈的声音 下方采淋的声音 组装过去